先議員林秀信關心大橋部落台東新站都市細部計畫的進度 然後就在大橋部落就屬於台東鐵路新站細部計畫的範圍 原來規定是這樣 我們也經過大概20年 先政委辦過兩期的細部計畫 像現在鐵路新站前面有一些 還有那個棒球村那些都已經細部計畫完成了 至於還沒有的部分就是鹽灣跟大橋部落這一些 我們現在已經跟地村處算溝通好了 我們也再寧定一個就是 可以開發的部分我們內在細部計畫重劃範圍 不能開發的部分我們再定一個再發展區 再發展區裡面的一些土地 它有開發的強度沒有在實施 就是我們開發的那麼強 所以我們這裡也定了 然後因為我們都市計畫上個月通過 在都市計畫的部分已經通過了 然後有一些跟原來那個叫公開夜覽的部分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再幫你重新夜覽 重新夜覽 然後在這個月會在會舉辦說明會 也會在大橋部落那邊舉辦說明會 屆時會請林妍道場去知道 現在就是我們這個在公開夜覽期間 民眾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發布實施了 林議員說 陸坪專案鋪平之後的道路 至少要維持兩年後才能夠再開發 那個中華路事段我記得才一年的時間 現在又開發造成路面現在又不平 我想說請建設處 對開發的準與不準要嚴格的把關 要讓用路人有個行的安全行的舒適 這個準不準是在公所啦 那是公所嗎 那個12公尺以上的不是縣政府在管控嗎 那個路前就是12公尺以上是縣政府去開闢 去保護去保養 但是路前在開發的話 都是向市公所申請的 這個部分我們再請那個公所堅持說 如果實施路平的道路的話 一定兩年內一定不准任何單位來申請開發 林議員建議巴薩瓦利集會所的廁所與會議室的屋頂 要盡快的修復 議員林秀信關心馬當部落集會所的進度 區段徵收完成後 現場期許明年封年季之前完工 現在過去最困難的部分就是那個都市計劃的那個案子 一直沒有辦法被審定通過 那現在就像議員講的這個部分已經通過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次採取的是區段徵收 所以另外要就區段徵收 再去報一個計畫給內政部 那現在就是卡在這個階段 只要內政部核定下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這個徵收的這個工作 當然徵收以後 將來 地主們 我們要 這個要選擇配地 可能還有一些技術面的問題要去克服 那我自己給我們的同仁的期許 是希望明年的豐年季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正式的這樣的聚會所來使用 以上是台東縣議會第十八屆第八次定期會 縣政總質詢議程縣議員文秀信 問政內容的載謠報導由徐敬寬整理 請問政總質詢議員